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古巴的喜剧片 《僵尸胡安》 影片一开场 干啥不行吃啥不剩的胡安大叔 正跟随友豆逼叔钓鱼呢 自打老婆带着闺女离开之后 本来就没什么上进心的胡安 算是彻底的破罢不衰了 整天游手耗钱还大言不惨 三个宝一个倒 小事不愿干大事干不了 还时不时的往有夫之妇家里跑 标准的废物性人才 豆逼叔说 哥们儿啊 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人都废了 胡安说你懂个屁 我这是在等机遇啊 自要是机会一来 哥们儿就是第二个切割了 把美帝的帮孙子 切里咔嚓全给上 不过这胡安也不是没有优点 这哥们儿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还是个热情啊 他所居住的这段破楼啊 不仅年久失修摇摇欲坠 而且电梯也给不到位 李奶奶说你扶我上去可以 但不能摸我屁股吃我痘 胡安说你这么有魅力 我克制不住啊 胡安家这一片啊 是五方杂鼠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有 不仅有卖耗子要玩前人跳 还有豪放的姊妹花累次边 离婚多年的豆逼叔 对大兄妹是基于已久 不过可惜的是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搞得豆逼叔挺伤感 转场之后 胡安来到了前丈母娘家 来看望刚回国的女儿大眼妹 由于胡安整天吊儿郎当 不误正业 她闺女对她也没什么好感 大眼妹说你整天的违法乱纪 怎么还没进行狱 还有没有法律 还有没有正义了 胡安说你怎么跟你妈咪一样 整天盼着我倒霉 其实我已经喜心革命了 大眼妹说你就跟这国家一样 历经磨难还是没有一点的改变 胡安说你自要是给我一机会 我就会让你刮目相看 大眼妹说你别扯淡 妇女俩话不投机 很快就一拍两散 借酒浇愁愁愁 恰似一瓶醉水的二锅头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 胡安摸到了有夫之妇龙套姐家 开始贵婚 可时间不大龙套姐的老公就杀到 当时就把胡安给吓尿 到了晚上 一帮人正在开会的时候 感染了病毒的丧尸突然就出现 现场是一片大乱 小娘炮的好机由鲁蛋哥 块头虽然挺大 但却有晕血的毛病 一头栽倒在地就昏死了过去 胡安等人一看大事不好 仨子就跑啊 本来这就是病毒扩散 丧尸出来捣乱的突发事件 但让电视台一报道 却成了美国政府支持的 反政府分子的阴谋 转过天 李奶奶的老伴张大爷也变异 眼瞅着瘫痪15年的老伴 从轮椅上站起来 吃瓜的李奶奶激动的是花子万颤 此时的张大爷已经变了六千文人 看谁都像猪头肉 张个大嘴到处来咬 要说还得是斗鼻鼠 举起捕鱼工具就射了过去 不过由于用力过猛 在送走张大爷的同时 不幸把李奶奶给受伤 老两口比一双飞 瞬间划跌而去 三个人刚处理完李奶奶和张大爷的尸体 大兄妹的好闺蜜 用变异也嗝了屁了 转过天 由于担心女儿大眼妹的安危 胡安来到了前丈夫娘去 已经变成丧尸的前丈夫娘一看是这个有手好闲的混蛋 嗷嗷一嗓子就扑了过去 当时就把胡安给瞎屁 胡安这边杀出一条血路 刚爬到天材上 就撞进了闺女大眼妹 大眼妹说我姥姥杀情况了 胡安说你姥姥已经变了身了 没有过去那么喝太可亲了 眼瞅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丧尸 老百姓们开始顾头不顾定的逃命了 逗逼叔带着大兄妹刚准备私奔 就被游过来的胡安给拦路 胡安说咱发财的机会来了 收集他的这帮胡门狗友 组成一个杀丧尸的小分队 谁家里要是有人变成了丧尸 自己又下不去手 那就可以掏钱让胡安的小分队去干 关于收费方面 胡安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如果是老落病残没什么攻击力的 价钱可以便宜 身强力壮不好对付的得价钱 尤其是那种在国外有亲戚 直接竖双尾 不打折不还价 公平合理通责无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胡安在队员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听得大伙们是蠢蠢欲动 马上就想去找丧尸们玩命 小广告发出去之后 生意很快就上门 要说这波丧尸确实不行 不仅行动持管 而且没有丝毫的攻击力 胡安等人没费什么劲就完事 转场之后 杀丧尸小分队接到了包租婆的一个顶单 胡安等人刚准备跟丧尸们开战 屋里突然就停了电了 黑灯瞎火中随着一连串的惨叫 他们的顾客包租婆也不行交了饭票 胡安说这下可白忙活 他还没给钱呢 到了晚上 大家伙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被一帮当兵的给拦住 大兵说赶快翻咬武器 不然把你们全都毙了 还有就是 把你们衣服全都偷广广 看你们身上有没有被咬上 一帮裸男坐着卡车刚走到半路 突然就被丧尸给袭击了 紧接着是一片的狼虎鬼叫 这车也犯了 几个人差点就要了饭票 第二天一走 胡安突然发现 跟自己靠在一块的小娘炮被咬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小娘炮突然就变了异 一个想要一个不给 这支舞跳的甭提又多美 其实一部影片 之所以能被大多数观众认可 不仅需要创作者 对电影有敬畏之心 还得有新颖的理念 和不落俗套的桥段 一个月之后 丧尸是越来越多 街上几乎看不到正常人了 逗逼叔的儿子大眼哥 这小伙子确实是不错 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大家找吃的 还成功地把胡安的闺女 大眼妹勾到手了 眼瞅着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几个人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打算趁早撒到车岁 可他们刚跑出去没多远 这车就泡毛了 转场之后 大家伙来到一避难所的门口 这鲁蛋哥刚把门给打开 就被里边的丧尸给吃了 要说鲁蛋哥做人是真假的 临死前还不忘了把门也关 几个人正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 大批的丧尸就把他们给包围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炮灰叔及时赶到 这炮灰叔确实是有个套 跟割韭菜似 很快就把这帮丧尸全给杀 炮灰叔这边正谈自己的计划 斗逼叔那边一尸首 居然恩将仇报 把救命恩人看到 大眼妹说 你这种蠢货 我这辈子都没见 为了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湖安等人改造了一辆水路两栖的契合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 湖安跟女儿的关系 也得到了质的改善 在这部影片中 充斥着大量的反对美国政府的言论 说白了 这些丧尸 其实就是代表着 如洪水猛兽般 入侵他们的美国政府及其同盟 第二天一早 湖安等人打退一波丧尸之后 又冒着生命危险 把一小正太救了 影片的最后 斗逼叔等人开着船 顺利的逃了出去 而湖安则继续坚守着 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这其中的寓意 已经不言而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思想确实很高尚 口号还在响亮 信念始终不动摇 这个湖安很悲壮